北基尼登山客攀爬高山卻因為沒有登記 被形容成登黑山引發山友不滿 立委更積極修法 竟然找來國防部與內政部官員 要求除了軍事管制區之外全面開放 國安法第五條的這個修法的進度 可以再往前推進 是這個法來限制台灣的登山的活動 當然顯不合時宜 台灣山林之美享譽國內外 而三千公尺以上高山 又多達兩百六十八座 如果全面開放將有生態保護 與安全疑慮 登記其實我是贊成的 因為就是說比方說簡單來講 山屋的容量還有就是說 每個地區同時活動的遊客量 這個生態承載量 這個是本來就應該要 應該要就基於國家立場 需要去做好一個管理的 民眾或是山友比較不了解 所以說他就認為說就沒有啦 那沒有的話就 他就就沒有經過申請的程序 就就就跑進去這樣子 所以其實 本來就有一套機制 在就這樣的運作申請的機制 以玉山為例 排雲山莊床位只有一百一十六床 登山前必須先登記再求籤 最近一次的中籤率 約六到十五趴 中籤後繳交規費四百八十元 才取得入園資格 雖然立委強調 他們還是支持入山登記 只是希望取消隔准制 但如果沒有隔准 每個人都是登記就爬 光是床位分配 就會成為一大難題 立委修法前建議還是詢問山友意見 避免修法之後造成更大問題 接著林佳慧如玉宏台北採訪報導 我們會有的 我們會看到 我們會看到